大家好,歡迎收看GameplayHK,又回到二層女生女世界 剛剛接到Pan說有任務給我,但未知是甚麼任務 就過去找Pan先接任務,好像在這邊 要我們殺追獵者嗎? 要我們殺追獵者嗎? 好,交給我 我們又要暗殺追獵者,位置在大鶴角 大鶴角應該是在... 找到了,就在這裡,我之前已經來過 順便移過去 我們已經來到大鶴角 有鐵路標誌 究竟是要做些甚麼呢? 他就說要殺追獵者 那殺追獵者應該就很容易 咦,這裡是不是有人住的? 合成人攻擊者? 偷閃? 我以為你死了,突然帶起來 先跟他說一下 你認得我嗎?你是不是偷懶? 你為甚麼躺在這裡? 幸好沒有開槍 合成人騎兵 應該這裡很安全的,進去 大鶴角 這是甚麼地方? 這裡 既然這麼安全,我想也不用慢慢走 直接衝上去 是不是這裡呢? 還要上多一層,對吧? 試一下 咦,撐住了 咦,但是我帶著鐵路的人在這裡 會不會出事的? 死了 鎖住了 鎖住了 鎖住了就走到這裡 咦? 又不對 哎呀 剛剛無緣無故出去了 進來 先找路過旁邊 順便在這裡找一找,看看有沒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咦,真的沒猜錯 我發現有中斷機 有日記,有達學 有郵件轉記系統 我們看看有甚麼要看 看這裡的資料應該就是有個人撿了一個舊的Hardisi 企圖去修復他 然後發現裡面記載了一些反應錄研究的資料 然後學院就去搶這些資料回來 大家都知道,學院的電力是開始不夠用的 所以他們就要找新的能源方法 但他竟然殺了其他人去拿這些研究資料 是不是很過份呢 為甚麼他不幫人呢 可以交換 我們看看他被打射些甚麼 我認識我去做一些大件事 也想知道我會看到一個賣員會付錢 如果我找到他 我沒想到這個研究會有任何事 現在整個城市都在麻煩 我知道你告訴我不要緊 但我只知道城市會選擇我們 或是更糟 我不是說我沒有資料 看來這個女生想解開這些資料 之後就拿來找學院交換 等學員不再管錢 難道學員都是很過份的組織? 幸好我沒有完全答應 我剛剛找到這件屍體 應該就是這個大國學的主角 賈桂林 他有一張筆記 我們看看 賈桂林應該查到究竟研究資料 不過最後還是被殺了 接下來我整理了幾部電腦的資料 大家一起去看看 看完這裡的東西之後 其實很奇怪 因為資料非常零碎 唯一可以知道 只不過是這個女生找到一個 Hardis 裡面就可能記載著 跟一種新的發電技術有關的東西 但實際上我們都沒有一個很確鑿的證據 覺得可以幫到學員 而學員竟然因為這樣的理由 走去殲滅了整個大國學 這個組織真的很變態很冷血 究竟他們是所有人都這麼冷血 還是會有人反對這件事呢? 而且當時人這個大國學所住的居民 其實他們都怕這個女生會 學員的姦勢或者是合成人 不過這個女生其實就是想 拆解所有的東西之後 就賣給學員 希望可以等價交換 讓他們可以安全地繼續在這裡生活 當然了 最後他們的願望都不成真 學員就殲滅了他們 大國學裡面的秘密 然後我們就發掘得七七八八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行右武 殺了追獵者 但因為這裡太多人會發現我 那我又不可以就這樣放炸彈下去 那我唯有逐一殲滅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找一個最角落的 殺了他先 沒有人看到了 只要我們殺了他 那這樣我們放東西 炸死他的時候 就可以假裝是Made in China 那些東西會爆炸的 那不關我們事了 沒有人知道 非常簡單 我們先去收拾他的東西 收拾完之後出去再找多一個殺 出去看看 是不是沒有人知道 那他自己著火爆炸 不關我事 好 保留 然後再放多顆 沒有人知道 沒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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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發生 追獵者已經死了 你們的東西 應該是因為不安全 自己爆炸 知不知道 借歪啦 借歪啦 讓我收拾東西 我就走了 安全 安全 走啦 走啦 我回來交任務啦 你有很多儲物箱 又要我找 我回來交任務 不得了 我要幫你找的 避免信息 被傳染給你的屁股 聊天 話聲點 結束 不要走啦 我們完成了消滅變種生物大學國 我們又完成一個暗殺追劣者任務 其實這個任務可以說是沒什麼故事 故事是需要自己發掘的 所以玩二層餘生是不能放過任何的線索 就能夠幫助我們了解故事的背景 如果不是因為這個任務 我們去搜尋大學國都不知道原來學員 他為了拿到這個發電機的技術 竟然殺了整個大學國的人一個生患者都沒得剩 所以在真正要選擇結局的時候 我們要幫哪一面 我都還要繼續玩下去 這次的任務就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拜拜!